你缺了点什么 当然有的时候是只听其中一个乐章就觉得很开心了 听的读点越多了以后 我感觉好像是慢慢听出一点 仅仅是直觉上的东西 因为不太懂那个专业 我觉得不同的作曲家有不同的风格 仅就作曲家而言 比如说我自己感觉比较风格强烈的 就是拉赫跟贝多芬 他们两个有极强的那种主角色彩 就是说一旦他们的曲子 不太可能你作为背景音曲听 因为他们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 你会觉得它像是那种 粪笔记书的那种散文 或者是即便是他们在抒情的时候 也是非常强烈的那种 有一种主角光环在那个地方 他不太可能像德标西或者是舒伯特那样 再就是柴可夫斯基我听了一点 比如说听他的那个四季组曲 就是有的作曲家他会比较低调一些 或者说他能够给你当背景音 比较合适一些 但是像拉赫与贝多芬 他们两个之所以这么的伟大 可能就是因为 有点像演电影 有些人他是有观众缘的 所以说即便他演一个配角也好 你就会忍不住的想看他 我每次听到拉赫的前奏曲 都会每次听的时候都会被吸引 所以很多时候 他的有一几首曲子 我本来是不熟悉 记不住名字的 但是你看那个名字看多了 就是你偶尔听到一首 你就会觉得 哇这个肯定是拉赫 然后再看一眼 那个名字 就会越来越强化 他就是他 他就是这么的 难以让你忽视 包括贝多芬也是 因为他在非常认真的 在对待他的音乐 并且他没有任何那种 好像我要表达一下 这种慵懒的小情绪 我要描绘一种简单的图景 他们都是 我喜欢他们俩的那种复杂 或者说他那种强烈的风格 我在听皇帝携奏曲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他之所以被叫皇帝携奏曲 是因为他是 携奏曲里的皇帝 其实是后人加给他的 是一个听到的人说 他觉得这首曲子 简直盖了帽了 可以称为 携奏曲里的皇帝了 但是究竟这个曲子 贝多芬写的时候 到底在想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是有神性的 他是有一点 可能有点宗教的那种意境 就是因为在很多个地方 我都感觉他在不断地往上堆 往上扬的时候 有一种在飞的感觉 就是他比如说第一乐章吧 我每次听第一乐章 我觉得特别开心 而且在他往上不断地堆砌 最后到达一个高点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好像是在天上飞 然后你在俯瞰下面 然后一会儿又经过一阵风 一会儿又爬升 一会儿又稍微掉下来一点 就是一种在飞翔的感觉 特别美好 有的时候又看到的是另一种 比如说钢琴 他很容易模仿出一种 晶莹剔透的感觉 像什么气泡破掉啊 或者是水流 那就非常简单了 就是我会感觉 它是一个在描绘一种 比较贴近自然的风光吧 这里面没有什么 可能都有 就是自然风光 然后人的内心情感 还有一些人工的 非常精美的东西 就是这个皇帝协动曲 它的意义是开放的 因为作曲者 他就是通过音乐来表达 但是他没有说自己 没有解释怎么样 只是在表达一种情绪啊 什么 真的很好 而且我最喜欢的 就是他第二和第三乐章连起来 并且他是采用预告的方式 这样衔接起来 就是简直是太妙了 所以我最喜欢的两个协奏曲 一个是皇帝 一个是莫扎特的K466 这两个我就是反复听 反复听 不同风格 但是都非常好听吧 就是离不开的那种 最近就是说 因为我的歌单里面 就是每次循环到这个皇帝的时候 我就感觉要 本来要做点什么 就是把所有时间都停下来 再听这个 或者说 能缓解一点 低落的心情 就真的是 但是我觉得古典乐现在很重要 就是好像 我今天也在想啊 就是说 嗯 其实 应该加大古典乐的服用计量 或者说 其实你多去关注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 改变不了的事情 可能也没什么用 而且有的时候会想 我今天在看一个关于 静良的纪录片 静良 就是把那两个点 从上面挪到了右边 我不敢说他名字 反正我今天找了一个 BBC的纪录片在看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这么的关心这种 以前我不关心的话题 不过我更多的是 把它当成一个剧在看 嗯 看的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 有的时候觉得很神奇啊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 其实你以前不关注他 甚至你不知道他的时候 他们那里也在发生 很丰富的事情 甚至是很激烈的 什么流血冲突 或者是 爱恨情仇 其实你都 对你来讲 他就像不存在一样 包括这种美妙的音乐 当你没有遇到他的时候 你也觉得 嗯 好神奇啊 就说 所以有的时候 人们会说 我觉得很多 很多话是有道理的 就是 如果你没有理解 和没有知道一个东西 其实他真的对你来说 是毫无意义的 嗯 然后我有的时候 会坚信人和人生活 在不同的世界里 或者说天堂地狱 人间全部都是平行的 就有的时候 所谓的天堂地狱 只不过是一些 不同的状态 人们去在想象中 描绘那么一种画面 其实它就是在 真实中发生的一些处境 那个处境 就是一种地狱的状态 而且这个地狱状态 是极大取决于 你心里这么想的 所以也就有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 转换一种想法 立刻它就可以 解除这个困境 有的时候 跟人的想法 是关系很大的 首先人不能用 别人的 欢愧 错误 还有荒诞 去伤害自己 另外就是 要满怀希望 因为 这个世界本来 就是千疮百孔 但是它有很多 美好的东西 就像音乐这样 实在是 让人很留恋 就是你在想 如果有一天 畅想未来 如果有一天 地球砰一下 就毁灭了 那你会很遗憾 其实其中一条 就是这些东西 全部就不存在了 虽然它也只是 脆弱的存在 对吧 也许人家强权 一声令下 这些东西 都可以不存在 但是它就是很侥幸的 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然后我可能以后 等我死了 这些东西 又会在谁的心里 引起共鸣 就是有的时候 想到这些 会很感动 就是说 我其实在想 世界上怎么会有人 不喜欢贝多芬的音乐呢 因为我觉得 它简直好到了一种 世界上不会有人 至少也不会有人 不喜欢皇帝协奏曲的 实在是我听过的 我最满意 就是它每一个局部 都特别完美 当你 比如有的时候 你想从里边 截取一段 好听的收藏 结果你发现 这个曲子 就是说 全三个乐章 基本没有 你能找得到的 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随便 截取任何一个地方 而且它是 整体非常连贯的 我不懂 乐章的这种写法 但是我感觉 皇帝就是一个 完美的写奏曲 它当之无愧吧 如果说 给它一个皇帝的 这么一个地位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地了 因为 写奏曲 其实它有 感觉它有套路 也听了不少写奏曲 皇帝这个 也基本是在 这个套路里 比如说 第二乐章 会比较舒缓 然后第三个 是什么回旋曲 之类的 第一个乐章 就是比较 亢奋吧 比较那个 高亢一些 等等 比较快一些 但是皇帝 可以写得这么的 精美 这么复杂 又这么好听 真的主要 就是好听 从开头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被它吸引 非常的钻耳朵 它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 在忍受任何一秒钟 就是你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在等的过程中 又特别的享受 我觉得有些人 活着就是为了 某些使命 比如说贝勒芬这样的人 他短暂的人生 或者他痛苦的人生 他把自己弄得那么痛苦 其实 是像炸汁机一样 炸出了很多这些 好感动 突然就觉得 还是觉得 就是世界上 不可能有人 不喜欢贝多芬 跟拉赫 马里诺夫 我觉得 拉赫也真的是 我见有脸 拉赫这个人 他的曲风 其实我觉得 他作品的那种 涉猎的范围 很广泛的 不是只有抒情 只能说 他的给人感觉是 就别人形成他 很广袤 或者说很宽广 我觉得他表现力 更强一些 就是无论他表达 一种宏伟壮观 还是表达一些 非常细腻的 潜泉 但是潜泉这个词 现在被说烂了 也不像潜泉 就是一些 藏在那种新的 那个褶皱里的 非常微小的那些感受吧 他都能够把它 都能做到 就是可大可小 是真的天才型的 一个作曲家 而且拉赫 他有自己 特别明显的风格 就很多时候 你一听就觉得 这个是拉赫的 他有他独特的那种 标志性的一些 小的局部 还有他 反正就是说 他这么做呢 就会非常有标志性 非常的合适 你也会觉得 那样很对 就听惯了以后 会觉得 这个非常的美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会有点不适应 会觉得他 不够规整 就是拉赫的那种写法 很多时候 不是那种 整整齐齐的那种做法 他是比较 突破常规的 在我看 其实我个人 就是非常喜欢他俩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 偏朦胧 梦幻的风格 就是游击手 也蛮好听的 比如说什么印象派 但是德腰熙 自己好像不想 被别人说是印象派 也还不错 就是但是听多了 我觉得很甜 很腻的感觉 就是非常喜欢 这种他极强的 在表达 在用音乐 在说一些什么东西 你虽然 不知道 他不像语言 那么确定 但是你会接收到的时候 你感到很振奋 或者是你感到 这个音乐 它是有力量的 然后它是能够 就喋喋不休 喋喋不休 不停地在跟你讲 然后 你其实有的时候 会接收到一种 会产生一种这样的想法 然后可能 过几个月在听的时候 会是另一种想法 就是那种氛围 那种渲染 然后因为他有 极强的一种密度 就是他 极其强烈地在 诉说很多事情 就这种 就是让人感觉 非常有激情的 我有时候觉得 除了说话以外 比如说跳舞啊 或者是做视频 或者是唱歌 然后音乐 作曲 这些都是表达 自己的一种方式 一旦你形成了 这种方式以后 包括拍电影 什么的 就是你就会 非常的依赖 这个方式 或者是你 会打开一个新的维度 这是一种 比如说纯的这种 音乐的话 就是它是一种 声音的维度 是跟你用视觉 什么那种视频的方式 就不一样 跟你语言说话 也不一样 跟你那种形体 也不一样 嗯 我觉得 很美妙 就是因为音乐 它是一个 怎么讲 它是挡不住的事情 它是 一个声音的存在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封掉很多事情 但是音乐会传着 会顺着风 这样传过来 嗯 它让人有一种 感动 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 你知道 当人特别 极端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偷偷把它存起来 因为害怕失去 我现在就是 这两天上那个 IPv6下了好多 这种 高清大碟 之类的 因为我有点怕 以后 这些东西 听不到了 我怕我在 昙花一现的 这些年里 有机会接触到 而以后 可能接触不到了 是心里有这种忧虑的 就是越有这种忧虑 越担心以后 听不到 就越珍惜 这样的 机会吧 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 也不是为了 真正去研究什么东西 仅仅就是觉得 我很害怕 这些东西 会从我的 世界里面消失 这就是凭空 会生成一种恐惧 好像 没有人要夺走这些东西 然后你会觉得 哇 这不一定太好了 如果 没有的话 该怎么办 从反面去 理解这种爱 就像爱一个人一样 就是 你会想 如果我以后 见不到他的话 如果我以后 失去了他 如果他死了 我会怎么办 这都是 一种真正的爱吧 然后 我以前觉得 一个听众 是非常卑微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 听众很重要 因为听众 是一切的立足点 当他们这些人 在创作的时候 或者在演奏的时候 他一定是在想 我觉得他们会想着听众的 他们不是那种 完全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 因为他自己 首先就是他的听众 然后他要去想 这个怎么样 才能让他感觉到很好 这其实有点像 你做视频的时候 也是这样 你会自己 首先就是一个观众 然后你会去衡量 去感受 看到听到时候的 那种感觉吧 所以我想 听众其实 我以前 我以前 倒是没有这么深刻的理解 但我现在觉得说 如果你 坐上三四个小时 去听一些人演奏 前提是 他非常认真地 对待这个事情 但我也会非常认真地 去听这个事情 因为 这种声音的存在 他 就声音不只是背景音 声音存在或不存在 都是一种状态 当它不存在的时候 他也是提供给你 一种安静 然后这个安静 是有价值的 是可以用钱去购买的 比如说 那些贵宾后车厅 他其实就 用钱去购买 这种清静 安静 独立小空间 其实那就是 讨厌噪音和打扰 那当这个音乐 专门在这么一个场馆 然后这场馆 是通过什么设计 然后能够让他声音 传得更好听 这类的 然后有一个人 也什么晚饭没吃 然后非常正经畏作地 穿着燕尾服 去给你正式谈 一个乐曲 其实这是我们 共同使这个乐曲 存在的一种方式 就我们在这样一个 安安静静的环境里 去共同地让这个乐曲 在这段时空里面存在 我觉得是 留住它的一个方式 虽然它是转瞬即逝的 它演奏过之后就消失了 但是你可以一次一次地 让这个事情发生 然后主要在于 是一种态度 我觉得态度非常重要 无论是演奏者 还是听众 就是大家都是在 怀着一种非常爱的心情 在去感受他所创造的这个 或者说作曲家 非常伟大的作曲家 贝勾芬啊 拉赫这些人 他在 他的那个年代 他饱含着自己所有的经历 见闻 还有那种 还有那种 个人生活 就是它是一个 被淬炼和摧残的灵魂 然后它 但是还是要用这个方式 不停地诉说 这件事本身 我就觉得很有价值 它其实跟你放电影也好 跟你看绘画也好 是一个过程 仅仅是说 这里面可能就是 所谓的叫什么 艺术的一个 就是艺术 很有价值 因为之前他们有的人说 那个欧洲那个什么 行为艺术 前一段看一个新闻 他们整活了 就是什么 把梵高的向日葵给拖了 当时的复制品 或者说那个 隔着玻璃没有真正损坏 然后你说什么 如果电费的交不起 我为什么要去保存这些画 其实这不是一回事 因为艺术 无论以绘画形式还是什么 它当然是有这种 我们叫高高在上 或者说不是人间烟火 这一层 但是其实本质来讲 艺术承载的是 当时那段时间 是一种过去的一个时光 或者过去的一些 感受的一种凝结 所以它 其实你无论羞辱也好 还是拒斥 还是损毁 都无法改变 当时它所发生的时候 那一刻 就大家在时间的这个谱系上 实际上是一先一后的 后面的人 借一位艺术 可以去仿佛实现 某种心理上的穿越 可以回到以前 也可能 可以让它通到未来 我觉得是可以的 这只是一种心灵上的穿行 但这是一种非常绝妙的通道 一个途径 所以你如果说是这个实体的画 或者是一个什么 你去把演奏厅打了 或者把演奏的人给打了 这都不会损害到 这个艺术本身的 就像如果它在大家的心里 形成这样一个美丽的画面 一段非常美妙的音乐 那其实 只要有人的地方 人永远都会喜欢这些东西 这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波兰斯基拍的 那个钢琴家 我觉得它表达的内涵 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 因为它那个主角 一家人都是艺术家 都是搞音乐的 那后来 它为什么安排这个主角 如此克制 最后在战争结束以后 依然登台表演 从头到尾没有控诉任何事情 也没有 哭天抹泪的 以头枪地 或者是 要去维权 或者要去追溯什么的 它就是默默平静地继续去演出 因为 人与人 或者是各种团体 打破头 削尖脑袋 去各种 正来扔去 实际上最后 它撼动不了的永恒 就是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 它一定就是喜欢那些 理性 智慧 美丽 而理性 智慧 美丽 这些东西当然是词语 它是可以被定义的 而 在那种定义的背后 实际上是有一种东西是 你的直觉吧 就像我说 我觉得不可能有人不喜欢 黄帝协奏曲 我指的是那种直觉 就是当他听到的时候 他不可能觉得这个是难听的 或者说 拒斥的 就是总有一个层面 是人们都有的 这是我相信的一个事情 就是一种共性 所以即便是在战火纷飞 或者是 任何情况下 其实 人最后还是会 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而那些不变的东西 才是值得追求的 所以至于什么 如何如何炮火连天了 如何让他吃不上饭 差点死了之类的 或者是什么 饱受残害 其实 作为电影里表达 那个艺术家群体 实际上是非常 超脱吧 或者说冷漠 但这种冷漠 跟一种 这样的态度 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 一种不屑 或者叫尊严 所谓尊严就是 所谓全力讨厌优雅 讨厌尊严 因为我把你踩到地上 用脚踩人的脸 但是你爬起来之后 还要补妆 或者我可以 像殴打那个 西西里岛的 美丽传说的那个美女 但是她还是美 她只是一个被贬损的美 但她依然是 毋庸置疑 就是所有人心里 都认为她美 只不过你个个不敢说 或者是要再强加一个 别的想法去 让自己不这么想 听点音乐呢 就是浮想连篇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很享受的 我觉得有时间就多听点 因为现在有大把的时间 比如说发呆呀 或者是有的人在路上走 坐地铁 坐车呀之类的 就与其看那种短视频 其实还不如听音乐 因为 我最近有个感觉 因为我也看短视频 我会在B站看那种 八卦短视频 一个接一个地看 但其实看短视频的时候 你觉得不满意 你才不停地看 因为你就是想看到 一个最满意的 所以有一种 急匆匆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说 停不下来嘛 但是你听音乐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非常镇定的 因为你是 以你自己为主场 然后你可以思索很多事情 其实这种 惬意的感觉挺好的 比较踏实一些 或者你搞一个歌单 然后你不知道 下一首是什么 但是其实都是很熟悉的 不会让你非常意外 嗯 这种是一个 打开一个 自己的小空间的感觉 然后你还可以 做点别的 其实也不是 以听这个为目的 但我总觉得 听多了以后 真的会感觉得到 好像感受更灵敏吧